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美哥 刚刚起床 昨天晚上 在车里面睡着 现在起来之后把东西先收拾一下 然后 电已经充好了 先把东西收拾一下 整理一下 然后再刷牙 睡完觉还是要整理一下床铺的 小峰在那边搞帐篷 不知道会不会弄 我看一下 不是像你这样搞的 这里上少了颗螺丝的 我不见了这颗螺丝 把它扭过来一点 要不然就掉它算了 地上找一下看看 哪里还找得到 都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打开的 走那个了 先帮他把这个帐篷收起来 再说 这样 撇过来的 全部是撇过来的 可以了 先就这样收拾 然后晚上你还要睡的 帐篷睡了之后 哪里能够还原的了 厂家跟你折的那种状态 还原不了的 再掏那个袋子的 这样放入 把它扫坏了 把里面那个帐篷 就放里面到时候找不到 可以了 现在帐篷里面扫了 来 先刷一下牙 过来刷牙 放完牙 然后 饿了 就煮点东西吃 不饿的话 等一下 要出去那边办事 小凤 看 要不要吃饭 不吃啊 小凤在这里刷牙 刷干净点 现在起床 起来之后刷牙洗脸了 这里是一个废弃的工地 是一个废弃的小区工地 男人洗脸比较简单一点 就随便擦两下就可以了 女人洗脸的话 就是各种 各种护肤的往脸上抹 往脸上涂 我洗脸一般 像现在这个时候 我才用毛巾的 平时的话 就是用搞点水 脸上这样一抹就完了 在外面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点形象的 毕竟 大家都比较讲究 是吧 好了 这些水的话 就 来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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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又不洗脚 早上洗脸 就倒在这里 浇灌这个杂草吧 就没关系的 这个桶是折叠桶 看我给你表脸一下 就这样子了 现在就变成一个盆了 现在她在这里剪个头发 推光吗 你要 推光吗 推光吗 让我说 让我如何接受 这样的结果 我们从无话不说 到无话可以说 激情慢慢被生活淹没 从前你穿山过河 只为宝宝我 而现在面对面折磨 我们从无话不说 到无话可以说 剪完了出来了 看上他这个锅盖头 帅不帅 beautiful不 我剪的帅 他剪的帅 哎呀 帅多了 怎么样 锅盖头后面呢 这个帅还是你帮我剪的帅 肯定是他剪的帅 毕竟人家是理发师 人家刚才跟我说 他是做理发做了30年了 30年他这么年轻 吹牛了 保养的好 人家保养的好 你要在大型的理发 发廊干过的 好了不说了 我们去那边买点菜 然后回去了 走吧 走吧 看上他这个锅盖头 走起了 走起路来都飘了 你飘什么呢 剪了个头发 走起路来都飘了